神奇女侠 盖尔加多 我的女神 她要是出现在我面前瞪我一眼 我能当场死着 洗澡水都给她喝干了 我喜欢她的一切 身材 脸庞 气质 皮肤 除了这套战衣 四四座黄金色衣桶款 加上一个类似CPU散热器的 素大黄金翅膀 真一妈丑帅丑帅的 但是大膀展翅的时候 确实挺霸气的 马飞的这款神奇女侠 体型比例还原还不错 稍微瘦了那么一点点 这也要 这臀 这腿 就是这个手臂我不太喜欢 完全没有曲线弧度 公二和大臂看起来 就像一个圆柱体 这就导致世界上小臂 看起来更粗 上次见到这样的臂膀 还是在地狱男爵 和大理水手身上 衣服的细节还不错 前后比较平滑 腿部两种材质的表现也可以 总体来说战甲做的还不错 全身都是金色的漆面 看起来很有钱 你要是细看的话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中奖情况 毕竟马飞的忽高忽低的品控 你懂的 然后我就要吹这个翅膀了 两队 小鸟一人 大鹏斩翅 这个大鹏真的很大 组合安装的 足足47厘米多点 背后这个插槽插进去 这无敌的尺寸 配上优秀的气面颜色兄弟 无论他有怎样的缺点 但是当他背上这个翅膀的时候 是真的挺帅的 这也是我更喜欢马飞 而不是SE翅膀那款的重要原因 分量很重 很难站立 所以马飞给了两个拖 平时就要这样拖一下了 夸完翅膀我就要骂他的头雕了 三个头雕戴头盔的这个嵌套感 稍微有点弱 脸和头盔有点长在一起的感觉 这两个头雕就牛逼了 这不是一样的吗 好像也就头发稍微有点区别 然后这个头发是真的有点丑 额头上面凭空多出来一块 啊有K定迷 马飞你自己看看这好看吗 三个真言套索一个长的 两个环形的 其中一个有固定槽 这儿的零件取下来 就可以插进去了 四个队手型有天双拳 排云掌 两个握持 头部的可动是这样的 胸腰块 手臂胳膊 腿 脚 总体就是这样 不能算是多优秀 缺点优点都挺突出的 你要是特别喜欢盖尔加的 或者特别喜欢马飞的这对大翅膀 那我还是比较推荐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7237和关注 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